跑刀不够刺激,那我们就空手刀,空手刀不够刺激,干脆斧头都不修了,这才真正的做到零成本,既然我们被摸一下都有可能被抬走,但是只要随便摸点物资,放进裤装,那我们就是赚的,开局来到雷达站,运气还算不错,一把小手枪外加四级弹挂甲,此时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,首先我们需要进楼,在107房间内, 找到了一些药品,简单的治疗一下伤势,在重伤的状态下会不断的咳嗽,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,刚刚治疗完毕,就听见空头飞机的声音,虽然空头的物质很一般,但是对于刀仔来说,免质就是血中送汗,确认空头的位置以后,我们只需要耐心的寻找,本来是打算摸下空头直接撤离,空头没有找到,却听见警局的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, 只游戏时间所剩不多,大概率是警局刷新了男团,再去警局的路上,发现了被打掉的人机,一把半自动的AK卡冰枪,再加一个小块包,捡完包,让我们吃饱喝足,准备上路 来到警局后,并没有发现男团,却发现了被男团打掉的玩家,精准射手步枪一把,四级甲一架,再加一个大黑耳机,在狗牌的击杀信息来看,这个玩家就是被男团打掉的 那么兄弟借用一下装备,你再瞅,我来抱,要是来运气了,挡也挡不住 没想到在二楼的机箱,摸到了显卡一张,本来是想埋一下背包,准备和男团大战一场 来到卫生间,却有意外的发现,这个玩家买包了,7.62AK一把 接下来就是我和男团之间的战斗了,男团又称蒙心杀手,属于BOSS级别的人机 装备好,枪发准,血量也非常的厚,就算你是全装大佬,在男团身上翻车也不足为奇 此时游戏时间进入了黄昏,因为视野不好,虽然听见了声音,但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男团的位置 虽然枪法有点满,但还是取得最终的胜利 VSS一把,胶带钥匙一把,突然发现黄昏下的塔克夫真的好美,也希望塔克夫游戏能越做越好 直接毁坏的道路撤离,白给,我是专业的